上期我们讲到Gallon超凡的创造能力 那具体的哪些体现呢 在开发波卡的过程中 这个不断探索的创造者 一直在诞生新的想法 其中一个有历史性意义的创新 就是Substrate区块链开发框架 在2018年的WebStrate大会的舞台上 Gallon打开一台全新的苹果笔记等电脑 在半个小时内从零搭建了一条全新的区块链 所用的就是Substrate区块链开发框架 Substrate 脱胎于波卡 在开发波卡的过程中 Gallon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问题 从头开发一条区块链太复杂了 且工作量最大 这会把一大堆区块链团队动拦在本来 无疑会阻碍区块链领域中的创新 于是Gallon和团队决定将波卡的开发经验 抽象提炼了一套区块链开发框架 Substrate Substrate把区块链常用的组件进行模块化 比如供识 账户 代币 治理 链上国库等 开发者只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模块进行组装 改动 就能快速搭建一条区块链 使用Substrate框架开发的链可以轻松接入波卡 并且成为同行链 2019年7月 在日本的一场活动上 Gallon首次公布了Kusama网络 Kusama是波卡的先行网 Gallon将它叫做金丝雀网络 因为早期的煤矿工人会带一只金丝雀进入矿洞 来帮助探测和排除危险因素 Kusama对于波卡的意义也是如此 与以往那些区块链测试法不同的是 Kusama是一个将会长期存在的 具有真正经济价值的网络 有自己的代币 KSM 代码和波卡高度相似 社区也将真正的去使用它 这样波卡能够提前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中观察各种机制 应用等会带来的改变 并提前做好准备 这样的模式在区块链世界可以说是实无前例的 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Gallon这个设想确实有用 在完整经历了Kusama的上线之后 开发团队和社区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样波卡的上线过程顺利的完成 那先行完这一个设计也掀起了一股热潮 波卡生派的一些项目也纷纷效仿 在上线主网之前都会推出自己的先行网络 正当社区还沉浸在Kusama带来的冲击 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新生的金丝雀网络的时候 Gallon又搞事情了 没过多久 在波卡中国型上海站的活动上 Gallon又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就是波卡的平行线程 Paris Red 令人惊讶的是 在前两天的北京厂商 Gallon的演讲里还全然没有平行线程的影子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中国社区的启发 在上海站的演讲前 Gallon连夜改了PPT 最让我震惊的一点是 在当天的演讲中 Gallon并不只是简单的提出了概念 而是已经对平行线程有了较为完善 较为成熟的考虑 包括他如何运行 如何对网络中的各角色进行激励 以及如何将他融入原有的产品设计等 也就是说 这个创意从诞生到完善到如此的地步 最多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 平行线程并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小功能 他同时解决了波卡原有设计的两个重要的潜在问题 平行链的退休问题 会成为平行链资金门槛较高的问题 波卡是一购多链 也就是一条波卡中继链负责网游的安全和共识 多条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平行链 接入到波卡中继链并行运行 平行链想要接入波卡中继链 需要使用DART来近拍插槽 租期从三个月到两年不等 那么一旦平行链的租期到了 且不续租的时候 平行链应该何去何从 谁来负责这些平行链的安全呢 从头去搭建自己的验证人节点似乎不太现实 再者 并不是每个团队都有财力去近拍到平行链 这些团队是不是就无法享受到波卡网络的益处了呢 想必这些问题Gavin也想到了 所以才提出了平行线程 它是平行链的平价替代品 不需要近拍插槽 只需要使用时才占用波卡网络资源 并按使用量来付费 从而让退休的平行链能够转为平行线程作为过渡 让一些不需要连续运行的项目 可以直接使用平行线程加入波卡网络 这就是在波卡的探索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重新想法 并且Gavin已经将它们一一变成了现实 在技术之外 Gavin热爱艺术和哲学 喜欢音乐、外语、滑雪、摄影 是跆拳道的黑代 他对世界有着天生的好奇和灵感 可能在他的眼里 区块链仅仅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他曾经说过 如果从区块链行业退休 会去做音乐 虽然这样他也应该会过得很开心 但如果他真的退休 那么对区块链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毕竟在这个行业 思想家常有优秀的程序员也不少 但这样杰出的创造者却着实不多 好了 Gavin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点个赞鼓励一下吧